哇 鬆了那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還有幾件事是很吸引的 究竟拔罐可不可以自助的呢? 可不可以在家裡做呢? Hello 你好 我是阿桑 這樣如果你有看頻道的話 基本上你會發覺應該是做運動 或者是試一下新東西 或者是煮東西吃都試過 不過今天就不是分享做運動 今天分享一個題目是 從來從來沒有分享過的 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拔罐 拔罐顧名思義有個罐 就是一個傳統的中醫治療方法 用了好好好好很多年 所以它是利用什麼呢? 即是把罐放在皮膚下面有肌肉 利用火 抽真空的方法 然後將皮膚和肌肉下層那些微細的血管 令到它破裂出血 最後會有一些瘀痕 我們可以看到了 肌肉裡面帶有毒素的血液 就會隨著新陳代謝 這樣排出體外 然後就會令到我們做完拔罐之後 會有好像鬆了的感覺 鬆了 拔罐有什麼好? 溫經通絡 去室驅寒 那我就覺得這些是適合我 為什麼呢? 你都要因應自己體質的 如果你是一個超熱的人 那你就就著來做吧 那我是一個很寒底的人 那所以呢 你說溫經通絡 聽到那些溫字 或者驅寒 都是很適合我的 那還有什麼功效呢? 它還可以消腫止痛 和加速血液循環 所以適合了 又是那句 做運動的你 那就適合了 因為可以回復用到 或者有時候肌肉酸痛 但是你說 我不做運動的 不要緊 因為你肯定是 經常坐在辦公室 不動的 或者經常坐在公司 經常坐在家 按電話 對著電腦 那樣 所以你都會發覺 為什麼我不做運動 都全身酸痛的呢? 或者是 女士聽到這個 就會覺得 我怎麼都要試一下 因為可以有消腫 所以 經常都想 有些去水腫的感覺 它針對身體不同的痛症 其實都有療效 比如是什麼痛症呢? 風濕的關節痛 急性的肌肉扭傷 慢性的痛症 肌肉的老鼠 筋膜發炎 運動後的肌肉疲勞 腰背痛 肩頸痛 即是 很多肌肉痛 其實都用得到 我們想起筆罐 補個相熟的師傅排隊 又要等 搞一下搞一下 就搞了整天去 究竟筆罐 可不可以自助的呢? 可不可以在家裡做呢? 自己都可以坐在家裡 思思佛佛這樣做的筆罐 今天介紹一款 Aid away copper 多功能 動態拔罐 按摩器人 很多朋友就會說 不是啊 很多治療 都要去出片才能做到 因為家裡沒有這個工具 為什麼呢? 我們經常說照燈照燈 好了 這一個 我自己覺得 其中一個 最重要 以及最吸引之處 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紅光 紅光有什麼好處呢? 紅光本身可以 舒緩痛症 和發炎的地方 它呢 可以令到 皮膚 和肌肉組織的 癒合 是更加快 所以呢 也都令到我們 做完拔罐 加上紅光 治療的時候呢 可以恢復得 你看片的時候 你現在都會看到了 試用的期間是 其實那個吸力呢 是認真厲害的 我覺得 因為我已經是 較低的KTA 但是呢 其實你看到 肌肉是真的 整塊肉 吸 抽起了 很厲害啊 而且呢 你也都會看到 它一邊做的時候 你可以教那個 用不用的那個 紅光 如果你想知道 怎樣買 或者多些關於這個 產品的資訊的話呢 可以參考以下的網址 最後臨走的時候 不要忘記 share like subscribe 和按鈴仔 下次再介紹好東西給你 希望你喜歡 今天的Add Away Copper 拜拜